哇 奥巴米洋真的是一场进一个 这个情况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被动的 那么在联赛结束了之后 苏尔斯科亚被慢点 大家好 我是凯文 很快呢 我们又要到一个没有足球的周末 作为一个球迷 我不知道你们过得怎么样 反正我已经快崩溃了 所以今天早上我就打开了足球经理 我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数据包 因为他把3月9号之前 所有欧洲五大联赛的赛程和结果 都全部记录下来 今天我们一起来用足球经理 模拟3月9号之后剩余的赛程 这个数据包没有把所有的伤病记录在内 所以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会看到 拉什福德还在踢球 孙希美还在踢球 但是呢 所有伤病都没有了 其实也是一个公平的结果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游戏打开之后呢 这个是我 这个是我 我现在目前失业中 OK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时间是2020年3月9日星期一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是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模拟剩余的赛程 OK 现在我们时间来到了4月6号 曼城队主场2比1战胜了阿森纳 六浦呢 在30轮呢 是3比0战胜了水晶宫队 31轮的时候 六浦在曼城的主场 夺冠了 六浦已经夺冠了 我不知道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感觉 情绪其实非常复杂 因为我知道对所有曼联球迷来说 六浦因为夺冠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你要说他最后这几轮在哪夺冠 在曼城的主场夺冠 可能是对我们来说心里最舒服的事情 我们一起来高呼 六浦是冠军 同时在这一轮呢 曼联0比0打平了托塔拿姆热次队 切尔西是客场2比0战胜了西汉姆 阿森纳也是在客场2比1战胜了南普顿 排在六浦之后的第二名是曼城 第三名莱斯特之后是切尔西和曼联 阿森纳排在第8 热次排在第9 好的 现在时间来到了4月13号的星期一 曼城队又平了 已经连续两场平局了 六浦还是继续前行 我知道你们永不独行 好吧 又拿到了3分 到底能不能够打破英超的积分记录呢 继续往下看 OK 4月12号 星期日 曼联2比1战胜了伯卫茅斯 我怎么这么高兴呢 7分钟布鲁诺 菲尔南德斯的进球 然后30分钟马下的进球 两颗上半场的进球 打赢了伯卫茅斯 1 week later OK 又过了一个周末 狼队2比1战胜了阿森纳 狼队还是继续保持他这个前六杀手 其实不能说是前六杀手 所谓传统六强的杀手 这样的一个称号 继续往下看 哇 曼联 我们也不要太气馁 因为切尔西也被逼平了 在积分上我们并没有被拉大 所以呢这个还是有希望的 还是有希望的 1 week later 好的时间来到了4月27号星期一 啊 利物铺 1比0 打败了布莱顿 哦 切尔西 0比0 曼城 双方各有一人被罚下 如果是我正在看这一轮联赛 在真实的世界中看这个联赛 我这一个星期六 甚至星期六后面的星期日 我基本上 我也就不说话了 当切尔西 0比0 占平了曼城之后 你多好的一个拿分的机会 做不到 有时候确实这个 是挺让人沮丧的一个事情 就是做不到 北伦敦德比 图兹纳姆热刺 1比3输给了阿萨纳 哇 奥巴米扬真的是一场进一个 费尔能德斯是在84分钟 奥巴米扬87分钟 就热刺在0比2落后的时候 打进一球 想继续攻 把这个平局打下来 甚至要在最后的时刻 绝杀阿萨纳 但是 当热刺全线压上的时候 奥巴米扬通过一次快速的反击 最后把日赐 结束了 那曼联队呢 基本上赶上切尔西 我觉得是有点难了 因为已经4月27号了 还有4分的距离 能赶上莱斯特 而且我们不要只看前面 我们往后看 阿森纳就在我们屁股后头 差一分 就能追得上曼联 这个情况对于我们来说 是非常非常被动的 好的 我们时间来到了 5月4号的星期一 阿森纳客场2比0战胜了 布莱顿 又是奥巴梅扬的进球 莱斯特城1比1 跟谢菲尔德连打平了 这个对于 我觉得对于曼联来说 是一个好事情 这个时候阿森纳已经是多赛一场 虽然是多赛一场 但是他们已经走到了第5的位置 好的 时间来到了5月11号的星期一 这个礼拜 马德里竞技的主教练 西蒙尼被炒鱿鱼了 我不知道马进没有了西蒙尼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球队 上周二的比赛里面阿斯顿维拉 尽管被罚下一个人 还是1比0主场战胜了阿森纳 布莱茅斯1比1跟莱斯特城打平 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机会 不知道我们的曼联是抓住了没有 好了 曼联3比0主场轻取 轻松地战胜了西海姆连 阿森纳1比1打平了莱斯特 莱斯特再次战平了 哇 莱斯特已经连续三场打平了 到底还想不想拿森了 哇 利物浦主场 1比2输给了切尔西 利物浦终于输球了 再往下看 时间来到了5月18号的周一 上周二 利物浦呢3比1 拿下了艾夫盾 曼联队客场2比1战胜了莱斯特城 紧接着周六曼联0比0打平了水晶宫 怎么说呢 能够击败莱斯特城 在这一周的比赛里我已经满足了 切尔西1比2输给了谢菲尔德联 阿森纳3比0打赢了沃特福德 OK 那么也就是说在所有的联赛都结束了之后 利物浦积分104分 也是打破了英超联赛 历史积分纪录 排名第二是曼联 第三切尔西 第四 六次 曼联队 以一分之差排名第五 一分之差 接下来是莱斯特城 阿森纳 其实我们想一下 其实我们 曼联如果他欧冠还是继续进赛的话 排名第五的曼联是不是 对吧 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嘛 还是有希望 其实并不是说就完全没有希望 我们看一下英超最后降级的三支球队 一个是诺维奇 沃特福德 南普顿 南普顿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支球队 那么在联赛结束了之后 我们看到 苏尔斯科亚被曼联炒鱿鱼了 前四确实没有拿到 差了一分 至不至于导致苏尔斯科亚最后丢失了帅位呢 我觉得并不然 当然 我们如果说 在某一个平局上 再加那么一把劲 到最后也不至于说落到第五的排名 其他方面我们也看一下 齐达内被黄马炒鱿鱼了 费雷克被拜仁炒鱿鱼了 同志们 结果已经出来了 曼联今天正式宣布任命 拉莱格里成为球队的新任主帅 这个其实之前是有过传闻的 而且之前在传闻的时候 我也觉得这个可能并不失为一个合适的选择 但是我知道 很多球迷可能觉得 我们就找波西蒂诺 但是这个都不重要 因为我认为 苏尔斯科亚是不会下渴的 不像这个游戏里 这个胡说八道 同时皇家马德里董事会 已经向我发出了面试邀请 OK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做到这儿 你们觉得下一次我应该做一点 什么样的游戏内容 在评论区告诉我 点赞转发关注 下期再见